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,参战人数最大的战争,一共有60多个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投入了兵力,这其中不乏一些侵权国之力来参加战争的国家。 位于亚洲的日本就属于这样一个国家,曾经还喊出了一亿玉岁的口号,由此可见当时的日本是多么疯狂的一个国家,所谓的一亿玉岁就是在他们最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动员整个日本国内的老人,妇女以及孩子来进行抵抗,这种不顾国民生死的行为完全显示了日本就是一个毫无人心的国家。 在日本正式投降后,日本国内许多激进分子纷纷选择了自杀,人数多达上万人之多,在当时这些人认为投降是一种耻辱,所以他们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返回日本。 除了日本这个国家外还有一个更疯狂的国家,连日本都自愧不如,这个国家就是另一个亚洲国家,韩国。 日本宣布投降后,韩国有很多人选择自杀,其实韩国当时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,是由日本来进行管辖,所以在日军部队中也有韩国人在服役,他们跟随日本人在各地进行征战,所以他们犯下的罪和日本人一样多。 当时这部分韩国人也意识到,自己所犯下的滔天大罪,预测自己在战败后,不仅仅要受到世界各国的惩罚打压,最重要的是本国人民也不会放过他们,前后都是死,与其被惩罚折磨到死。 还不如自杀来的痛快一点,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,这些人从小受日本武士到精神影响,很多人在日本文化的影响下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日本人,所以二战日本投降后,有十几万韩国人选择自杀。